正確的被執行 因為剛剛我們只是讓它啟動 可是裡面的功能其實還是不完整 因為裡面沒東西 那我們第一個可能面臨到第一個 你會發現下拉清單的性別裡面 沒有任何東西 那我要怎麼讓這裡面有東西 所以這裡牽涉到一個事件驅動 當什麼時候要把資料放到這個清單裡面 那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在當什麼 表單啟動的時候有沒有 順便把性別篩到這個下拉清單裡面 OK 第二個按下按鈕 按鈕一個確定一個清楚 可能大家改一下 按下確定的時候呢 就要幫我把資料填到這邊來 不過填上去之前 因為我填的是四個 這個會自動產生 所以第一個按確定 它要能夠把這四個 先計算出標準底重 這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是把這五個東西 全部填到這邊來 OK 那就完成我們一個流程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多一個清楚 清楚就把裡面的資料全部清空 那這個流程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我未來會需要 把這裡面去存取 比如說抓裡面的資料 抓資料部分的話 大概會有這 這總共五個 還有這一個 這個是清除 所以這個清除我把它改一下 名稱改一下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將來我們畫面上面 會用到的那個 原件的話 那請記住 把它重新命名 那我的命名規則 我要把它寫在這邊 用個簡單的方法 比如說這個叫 ABCDE 所以會有 買ABCDE 那按鈕的話 也許我叫B1 B2 OK 需要重新命名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重新命名的話 那個名稱太長了 像這個叫 comment button1 哇一串 所以你要把這個名稱打出來 蠻麻煩的 所以盡可能的 給它重新命名 當然因為我為了方便 所以給一個 好記的名稱 那未來當然你如果說 上面的原件很多 你可以取一個 比較有意義的名稱 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比如說 姓名的話 也可以叫什麼 Name OK 或者是身高 體重 你可以取一個 對應的名稱 那 那是不是可以取一個 中文名稱 其實也可以 應該是沒有問題 只是說 一般習慣都是 取英文的名稱 好那我把這個名稱 稍微修改 修改的方法 特別注意 這個優標放上去 它的屬性 這個叫TestBox1 其實太長了 改了 買A 所以這地方的話 你就輸入 買A A大寫好了 OK 那這個就買B 以此可以追 Enter 那這個一樣的方法 點它之後 按一下 買C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下拉清單 combo box1 my d 那這邊這一個 這個好像看不太出來 乾脆把這個顏色 它背光color 乾脆改成灰色好了 看起來會比較明顯 OK 然後這個叫my1 按照順序 然後按鈕的話 這個叫做 其實它預設叫Kamen button1 太長了 乾脆叫B1好了 這樣比較 簡潔二要一些些 這個叫B2 它原來叫Camen button2 OK 好 打起來 同意一下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你說 這個到底要畫命名呢 其實如果說 因為這個只是裝飾用的 那你就不需要去把它重 因為將來程式 撰寫的時候 不會用到它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給它重新命名 會需要重新命名是 我們會用到它裡面的東西 去存取 去抓裡面的資料 或者是給它資料 那我必須叫得出它的名稱 我才有辦法去存取裡面的資料 或者是變更它的屬性 那其實這上面的那個概念 大概就是這個這樣 那再來就是說 我先把名稱命名之後 接下來 我需要做兩個 第一個這個事件 那什麼時候把資料塞進去 當什麼 表單 所以在表單上點兩下 可是表單就是User Phone 它會出現一個事件 叫Click 可是 當我Click它 它再把資料放進去 感覺好像邏輯上不太通 所以理論上應該什麼 把Click改成什麼 最上面這一個 叫Active 這個Active 特別的是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那把Click刪掉 那把Click刪掉 做什麼事情 把資料塞到那個什麼 下拉清單 那因為叫買d 那買d裡面 所以你把它打個買d 電 有沒有 如果你有這個名稱的話 你點下去它會有清單 所以 特別是你等一下打個買d 電 如果沒有出現 請注意 請你更改名稱 因為常常有同學會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我這邊點下去 為什麼我這邊有錯誤 我一看它名稱跟我一樣 但是它沒有改名稱 它就直接用我的程式 那這裡的話 它有個方法 叫做Add Item 那你可以用這個Add Item 怎麼樣呢 去新增那個項目 那比如說我今天這個地方 我可以輸入一個男生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 再輸入一個女生 那我可以把它Ctrl-C Ctrl-V 然後這邊改成女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這樣 當我這個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做這個Sub 什麼Sub 就是把資料塞一個 塞兩個到買d 就是下到清單裡面 OK大概邏輯是這樣 那我把它啟動一下 其實這個時候就可以直接執行 那我點擊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 性別就出來了 性別裡面的話 這個時候就可以選擇男跟女了 OK 這個部分的話 是 當啟動表單的時候 增加那個什麼 增加這個Add Item的動作 直接就把它直接加到我們的那個清單裡面 不過後來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可是這個直接寫在這上面 那可不可能就是說 未來 我們 假設我的那個那個東西 是放在某一個欄裡面 一般可能是放在很後面 讓使用者不知道 也許這邊多一個什麼呢 性別 假如說我這邊的話 可以增加一欄 叫性別這一欄 性別的清單 好了 也許你不見得可以放 不見得放在這個工作表 你可以另外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這邊有個男 有一個女 那我剛剛是直接是抓那個 就是固定的 已經寫上去 那可是有同學會問問題就是說 那老師可不可以乾脆我啟動的時候 我不要去抓那個固定的 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抓這邊 這個Z裡面的這兩個資料 幫我放到裡面去 那這個好處是怎麼樣 如果將來這裡面資料變更的話 也許未來性別不再只有兩性 因為其實你身邊應該很多的有 看不出性別的 那如果當然有那個性別 而且好像國外慢慢那個 這個同性結婚已經變成趨勢了 而且同性結婚就算還可以懷孕生小孩 對不對 那當然未來這種是可能發生的 比如說他的性別 也許你可以多一個中性之類的 類似這樣子 那當然你下拉清單 如果再增加的話 那我要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說我不要直接寫在這邊 我可不可以當我啟動的時候 去抓Z欄裡面的第二跟第三列 那當然程式撰寫也是可以 直接撰寫的方法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把它註解一下 當然撰寫的方法就是要跑一個回圈的 for 然後 也許我們一樣 for i 等於什麼呢 for i 等於 第二列 一直到他的什麼呢 最下面一列 那當然呢 自從自己可以抓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然後你去向下追蹤 追蹤什麼 追蹤那個Z Z1底下 的最下面一列 是哪一列 當然我不知道哪一列 也許你以後如果增加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去找到最下面 X而當 裡面的哪一個列 他抓到之後 反正如果你有增加新的項目 他就一直往下抓 NAS 不過現在應該是抓到第三列 二列到三列 然後呢 做什麼事 你就可以把剛剛買D的 這個地方有沒有 翻下來 複製一下 借用一下 AdItem什麼呢 這個時候呢 打一個Sales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欄 因為我放在Z這一欄 所以打一個Z OK 好 完成 那這樣的敘述方法就是說 如果當我啟動的時候 我不是寫固定的 而是寫在我的什麼呢 工作表 工作表 的某一個地方 那我可以用FOR迴圈去抓 他的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一樣是AdItem 可是去抓什麼 抓這一個 再抓這一個 放到清單裡面 那當然結果也是會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寫完之後 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日 這個時候呢 點擊它 男女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未來多了一個性別 假如說這邊多一個中性 OK 類似像這樣 我們多一個性 那剛剛如果你寫成固定的話 它不會理你 反正就是只有兩個 它增加也沒 可是我現在寫成這樣的方式 你會幫你向下點擊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它會自己去往下抓 那這個好處就是 以後你的清單 反正不管幾個 它就一直往下抓 一直往下抓 OK 那以後的話 你當然CumboBox可以散用 因為很多地方都可以用清單 然後你只要去 讓它知道說哪個地方 自己去抓資料 就幫你塞到裡面 讓使用者自己去 去抓到最新的資訊 OK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剛剛主要是 在表單上點兩下 把原來click有沒有 改成activator 那兩種寫法 這個是原來我的寫法 這個是後來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那所以我把它改寫 寫成這樣子 這個還蠻好用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種方式就是說 它會自動去抓到你這個清單裡面 到底有幾個項目 那就不是固定的 而是 是活的 以後如果你清單 被更新了 或者增加或減少 它也會增加或減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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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